你哭了 你干吗呀 你别哭了 傅振初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 你 打扰我当你们了 那你透气 那我回家了 我顺便送送你吧 咱俩这么熟了 也不用送了吧 丧志 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吗 我那么努力学习 跟你考同一个高中 你难道不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更应该 好好学习 你怎么老跟我说学习啊 假如 我是说假如啊 我对你有好感 你怎么想 我想不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应该想 如何好好学习 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是不是忘记 你小时候打掉我一颗牙的世界 这个事情了 这个多少年的事啊 我手部也骨折了 也是 那 那 桑枝 那也不行 你就别说这个事情了 桑枝 今天是我生日 我特选今天跟你说这些话 你老是跟我这样子 你不能改成那句型了 为什么老是要这样啊 话都没说到讲句 你就开始哭 从小到大 我才没有哭呢 你哭了 你干吗呀 你别哭了 傅振初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 你 打扰我当你们了 桑枝哥哥好 再见 佳剧哥你是在偷听吗 是啊 这么理直气壮 你现在是高中生 不可以早恋 我没有 我没有早恋 真的没有 你刚刚不是在偷听 你没有听到我跟他说 要好好学习 不要想别的 不过也是 青春既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 但是你现在的任务 是要好好学习 不能分心 我都说了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 不过桑枝 有人欣赏你 也是件好事 你可以先谢谢他的欣赏 然后再委婉地拒绝他 但是你不能伤害他 我没有伤害他 我看他刚刚都哭鼻子了 他哭鼻子是因为 他从小就爱哭鼻子 我跟他从小打架 都是他先哭的 你还打架呢 怪不得了 天天被人叫家长 没有天天 就 一次两次等三次 把手伸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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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